概念上我剛才看到那個 有老世主的調查 國民黨支持者對兩岸家親 當然認同度非常高了 OK 你會不會覺得說 結果搞半天兩岸家親 才是國民黨真正要提出來 兩岸政治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價值主張 結果現在變成是柯市長 一種所謂價值識別的一環 你會覺得你們票會不會被他拉走了 另外今天有個新聞我也就教你 陸客不來銀年卡消費 增發528億 這是過去他們在高雄的夜市裡面 所做的廣告說 這個銀年卡歡迎大家來使用 OK 最新的統計是528億裡面 大概幾個重災區是台北市 在絕對金額裡面少了60.68億 金額來講是最高 在程度上面來講是台東縣 它少掉29.9億 佔了42.9%的所謂刷卡金額的減少 包括桃園市 文燦執政 跟民黨長期執政的高雄市 也都是算是重災區的 你怎麼看這幾個概念 柯市長講說 我的兩岸家親 我們可能是一個務實的主張 你認為那個實是在什麼地方 當然很多批評說 那根本是天下第一大務虛 像吳征有類似這種概念 那你認為他的務實 這個概念在台灣能夠得到 主流民營的認同 這不是在年底的市場選舉嗎 我還是非常相信 在此時此刻和平文件的兩岸關係 是台灣多數人的共同信仰 跟共同希望看到的 剛剛這個吳征講說 舉了這個顧寬敏的例子 他說他講兩岸是兄弟之邦 然後他說這是一種不得已的場面化 這個我不同意 我認為民營黨最大的毛病 你剛剛就講說他講兄弟 兩岸是兄弟之邦 是一些場面化 我是括成你原文 我的意思是說 民營黨常常在談兩岸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毛病 就是我可以你不可以 什麼是愛台灣我說了算 湘明現在把這個 民營黨的幾位政治人物 對兩岸關係的一些經典語錄 都引述出來 他說湘明是這樣整理的 賴清德如果說親中愛台 這算台灣價值 那如果林佳龍他也說了 河中之中愛台 這也是台灣價值 舉個例好了 陳菊說他會晤張志軍 然後兩岸應該和平發展 這個也叫做民營黨的台灣價值 可是類似的話 如果是柯文哲來講 兩岸一家親 然後就是一家 總比一家仇好 這個就變成背叛了 變成中國的間諜 然後變成中國的同路人 所以民營黨在面對 兩岸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毛病 就是我可以你不可以 我做的是愛台 你做的就是賣台 這是他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那這個輿路整理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柯文哲是這樣子 兩岸一家親這件事情 在藍營的選民裡面 也許很多人對他沒有好感 但是會因為兩岸一家親 這句話起碼對他沒有惡感 那在過去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民營黨 有沒有要提人之前 他確實剛剛吳等講了 他退所謂一點一幾步了 他說他願意為了 聽到兩岸一家親 不高興的人道歉 那個時候確實 我認為對藍營裡面的支持度 是有起伏的 但是他馬上發現 民營黨提人之後 又或者是說他還是覺得 兩岸一家親的價值比較重要 我不知道他的內心 總之他現在又回到了 兩岸一家親的主旋律上面 那就又回到了一開始了 多數人對穩健和平發展 兩岸關係 還是有非常深的期待的 那我相信柯文哲已經做出了 他自己的選擇 其實在他講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某種程度來講 深綠的選票跟他已經沒有無緣了 已經跟他沒有關係了 所以他就放手了 這一塊我也不要了 綠的這邊我吃得差不多了 我要去經營藍的 其實從前一陣子他推 要照顧軍公教這件事情 就很多人來解讀 現在在柯市長的算盤裡面 也許淺藍中間偏藍的這一塊 才是他在未來這一場 選戰裡面的新藍海 所以他的羅盤已經默默的做了一些調整了 但是回到最一開始我們討論的 這場選戰我認為對時代力量 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考驗 他們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 還有這個政黨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你到底要堅持的是什麼東西 是台獨的價值嗎 還是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你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那你能不要兩岸一家親嗎 剛剛吳徵也說這一封信是 他認為是林非凡給時代力量一個警示 那他也再一次 剛剛吳徵也講了 他說他會再一次跟林非凡承諾 他反對兩岸一家親 那我就要問啦 那你反對兩岸一家親 那你反不反對支持兩岸一家親的柯市長呢 還是你決定要繼續跟柯市長站在一起 因為這場選戰裡面不能沒有柯文哲 時代力量不能沒有柯文哲 這是時代力量這一次 我一再常調他們必須要去面對 他們要的是柯文哲這個人的人氣 還是要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 你不能把兩者切割開來啊 因為兩岸一家親就是柯文哲支持的事嘛 那你不能只要柯文哲不要兩岸一家親 抱歉這兩個是包在一起的 所以不能為了選戰 去做這中間價值觀的切割 我覺得是時代力量非常殘酷 要去面對 剛剛這個文哲哥有講到銀聯卡的事情 其實民進黨政府就在這場選戰裡面 好好去面對這一局吧 因為他們一直提出很多數字 一直不斷跟我們說南向政策很成功啦 來自泰國的 來自越南的 來了一大堆人 總數沒有增加 那我們就問嘛 消費額有沒有增加 第一線開餐廳的 開服飾店的 開紀念品店的人 我相信他們的感受都非常非常深刻 還有開遊覽車的 他們感受都很深刻 我相信他們的聲音 在這次大選裡面就會被聽見 民進黨大可以繼續端很多數字 告訴我們說觀光客的數字 人數有增加 但是對台灣的觀光財收入有沒有幫助 我相信在大選的時候就會看得很清楚 OK 士奇 如果在台北市長 首都市長這樣選舉 作為一個大膽假設 如果柯市長高票勝出的話 會不會就搭著兩岸一家親 直取總統 用這個 總統大陸用這個作為 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岸政策號召說 蔡英文做得到 我可批 我做得到 您的觀察呢 我覺得他會不會直取2022 我假設 假設 大家都在努力 OK 好假設 未必是因為兩岸一家親這句話 就是他想的話就會去了 所以沒有人敢否認這樣子的可能性和機率 至於說有些人合中 有些人親中 有些人有種 我一直都講 我覺得政治人物真的是看長期的 就是他過去的累積的基礎 其實會作為他能不能夠被人民所信賴的基礎點 所以當賴清德講 我親中 大家不會對他有所懷疑 是因為他過去曾經在上海講什麼台獨 什麼民進黨的表現作為支撐 陳菊之所以那個樣子講 他也因為在那邊我們中央政府 馬總統等等 也就是說大家對於他們政治人物的作為 有長期以來的一致性的這個判斷 那柯文哲的問題是 他很多表現上會讓他原本支撐 他的這股力量有所懷疑 是 他過去可能很墨率 可是他卻在這個台大那個 什麼什麼新歌聲的場合當中的表現 因為有一點脫離了大家對於墨率的認知 然後再到這個兩岸家信 也跟他以前標榜的顏色不大一樣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當然懷疑就會出現 所以柯正銀也不要一直怪說 那為什麼他們都可以我不可以 因為要長期的累積 人家有底 所以柯市長沒有底就對了 就是說信任是必須長期的 不是說一次 我就百分之百無條件的信來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原因 那所以柯文哲會不會因為現在這個兩岸 一家親這句話 然後接下來可能邁向大位 說不定他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的確到了選總統 這個勘搭的時候 大家檢驗的標準高度 不一樣 廣度就真的也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是不是真的能夠說 你要出拳打我 我就鑽進你懷裡 我們兩個扭打成一團 這樣就可以跟台灣人交代 我覺得沒那麼簡單 這個形容真的太有趣了 昆豐有話要說 等一下我們進比賽回來 我們再來討論 這個保守主義的經濟大使 海耶克講一句話 他說總是使一個國家 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 往往是人們一開始試圖 將其變成天堂的那個東西 兩岸一家親會不會適用這句話 兩岸一家親到底是讓台灣 走向地獄還是往上爬升到天堂 我們必須持續關注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廣告 是一家保險公司 他說了 For those who truly love 我幫這個小動物打一把蟾 因為這個小狗狗 才是我真正愛的那個小生命 如果用兩岸一家親的概念來比喻的話 兩岸一家親到底是為了 你真愛的那個小狗狗去買保險 還是錯誤的越保越危險呢 我們持續關注這一題